亲情恋爱观 想往特别是在看这个节目之后 看完了之后 我谈恋爱不就是找死吗 现在你都能想得到的 那你觉得他们能想不到吗 是吧 对于爱的来说谈恋爱等于 谈恋爱等于回家重地 所以就是带你 陈老师不可能 对就是我不想回家 因为我不会重地 好的工作不好找 男朋友随时都可以找 工作真的很难找 成千上万毕业的大学生啊 跟你抢工作啊 你怎么想得过呀 记得有个女生说 很想听她唱歌啊 那会不会她就是一个 歌手或者是男团 不可能男团不能跳呀 相伴问 저는 운전 안 합니다 啊 그래요 啊 为什么 啊 就有个人 这个都是计算我来看 嗯 如果习行车 那如果习行车 摆了个百万 是不是 你女朋友生기면 他必须要有 我就是我的工作 我就是我的工作 你现在有种观点是说 做偶像是不可以谈恋爱的 对啊 这个职业就是不可以谈恋爱的 我很贫穷 你也认识他 你最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吗 一直不都是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 所有东西都是 有正有故意的 而且所有东西都是有个比喻事 你不可以 你还觉得是恋爱或分心还是怎么 我觉得首先分心是一个 然后恋爱而且你辜负了很多人 对你的支持和信念 因为其实更多人 其实他是把你们当作 假象的一个对象去看待 那既然说他都爱你了 我本来就给不了他实质性的爱 但是我觉得那我就要跟这种 我仅仅的爱自己 会给自己设限吗 就几岁之前不要谈恋爱这种 他们就没有想过谈恋爱这个问题 工作服役组 我做艺人我就是想火 那我就像你们上班 那谁的爷都想就是升职加薪啊 这个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如果现场可以加一个人微信 你最想加谁 梁小伟老师 你也是梁小伟是吧 如果他拒绝你呢 没关系 应该的 我还要想 我们上班前辈 前辈 前辈 嗯 哈哈哈哈 我们还开始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在粉丝胖是金 和你胖是金之间 你会怎么选 为什么 粉丝吧 粉丝胖一点还可爱 我胖一点粉丝都没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粉丝多一点 什么类型都可以 我不挑 哈哈哈哈 最喜欢粉丝夸你什么 什么都可以 我不挑 不喜欢粉丝夸你什么 什么都可以 我不挑 女友粉妈粉女儿粉儿媳粉 请判断哪个群体的人数最多 这几个群体应该都是 同一群人吧 对啊 他们就自己 扮演扮演不同的角色 咱能不能用多快点微博 我微博发了多多的危险 我一天发两个微博还要怎么的 我一天发24个 一小时发一个吧 微博发多了 会分散那个评论和转发了 那我又特别需要这样的数据 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接比较多的 对工作 然后数据会漂亮 我可能会多赚点 所以我就争取一天发一个 或者两三天发一个 那这样数据好看的话 对吧 对我有好处 这也是为什么说 微博不能更得太平衡的原因 眼睛不红 因为说严重鸟就是死太红 就生不如死 好 好 好